据当地官员称 周四凌晨1点左右 一架波音737-300飞机在塞内加尔布莱斯迪亚涅国际机场起飞时冲出跑道 据称 这架飞机载有78人 其中包括两名飞行员和四名机组人员 塞内加尔官方表示 共有11人受伤 其中4人生命垂危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一架序列号为6V AJE的飞机躺在草地上 飞机的左侧发动机似乎已损坏 靠近跑道的刷子似乎被水沉没泡沫覆盖 布莱斯迪亚涅是服务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的主要机场 该航班的目的地是马里巴马科 事故发生后 机场关闭了几小时 是马里巴马科 事故发生在海中 海中秋土的石头 橙池 断ety rh撞机 团瓶 而还是马里巴马科 事故发生? 可以吗?